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個只有21歲的消防員 因為初期派遣人力的不足 沒有辦法設置安全觀 沒有辦法有合理的編制 導致他走進火場之後 就再也走不出來了 我們要問的是 賴清德院長 葉俊榮部長 甚至整個農委會跟行政院 我們一整年都在談 消防員能力不夠 沒有辦法捕風捉舌 在面對救災救護的本業已經非常吃力了 但是院長說 會不會影響救災救護 我們都已經考量過了 但是 今天連一個完整的編組 一個Holly的編組都派過來的時候 院長我們要問的是 你所謂的考量到底在哪裡 你所謂的人力夠在哪邊 我們知道 今天賴院長 行政院 召集了全台灣的消防局 還有消防署 其他只在坐在裡面 開閉門會議 沒有任何一個基層參與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召開記者會 我們要求 進去裡面參與 表達我們的訴求 這個月已經是我們第二次 站在行政院這裡 訴求消防人員的捕風抓舌勤務 應該回歸本業給農政單位 而且今年度1月12號的時候 行政院也已經拍板定案 捕風抓舌勤務回歸農政單位處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賴院長上台之後 不斷的失言 說我們消防員 做功德 捕風抓舌是做功德 也說你們做了之後 上了媒體 也會很有成就感 但是你們可知道 最近的10年 已經有40位消防員 因此而殉職 現在的台灣消防人員 救災跟救護 是不像國外一樣分開的 同一批的人 他必須要執行捕風勤務 他必須要做其他的雜物 更重要的是 我們81%的勤務量 都是所謂的緊急救護 大家認為消防員最主要工作是火災 但是事實上 火災的比例是5%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13% 就是我們捕風抓舌勤務 我們上禮拜來的時候 處長說 行政院已經撥足了1.3億的預算 1.3億 我跟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報告 從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到106年 每年的捕風抓舌案件 至少是10萬件起跳 以一件4千塊 乘以10萬件 一共是4.2億 我們從去年 在行政院 在農委會抗議的時候 我們丟捨 他們承諾我們什麼 107年的時候 要讓所有的捕風抓舌起步回歸 各位媒體朋友 現在幾月了 現在幾月了 幾月了 剩下兩個月了 就107年了 他們現在還在裡面開會協商 你今天不把錢撥足 你不把時辰表 規劃出來 就直接在那邊說 不好意思啊 我們錢撥好了 各縣市就會去做 各縣市政府做得到嗎 你今天中央跟地方 互相推來推去 最後受傷害 最後殉職的是誰 是不是我們 在這麼多的勤務裡面 我們只希望能換取 讓消防員可以恢復體力 可以拿來訓練 拿來練我們平常應該練的事情 應該練的項目 而不是拿來捕風抓舌 我們台灣的消防員 就好像一個在走鋼索的人 平常根本沒有給你訓練的時間 結果今天一發生火警 一發生災害 消防人員 就直接走上鋼索 你們可不可以想像 過勞的這些消防人員 每天都是疲勞駕駛 我常常開著救護車 都想打瞌睡 我常常看到 很多的救護車駕駛 後面載的病患 還比他清楚 還比他清醒 台灣的消防人力 真的是嚴重不足 按照法定 應該要有兩萬八千人 兩萬八千人 然而現在 卻只有一萬四千人不到 缺了一萬四千人 不是缺一百四十人 所以我希望 我們賴院長不要再失言 而且你這一些失言的政策 都會是 殘害所有民眾 所有百姓 影響所有公共安全 還有害死消防人員 你就是殺人兇兇 你就是幫兇 究竟行政院能不能夠剝足 四點二億的預算 來落實 農政單位實質回歸 無封作舍的業務 上次廖處長已經很清楚的說明 農委會已經有編列三年的補助計畫 總金額就是四點二億 我們不是總金額四點二億 是每年四點二億 我想 第一年到底 它的需求有多大 其實 我們預算的分類都是滾動性檢討 如果真的有不足的時候 那我們也會檢討 就是足以增加 或是 再做一個適當的調整 處長 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問了一年了 我們有五年以來的數據都告訴我們說 捕蜂蛇的案件量數 每年至少是十萬 如果是以你們一件四千塊 這農委會自己給的金額 那為什麼沒辦法撥足預算 還說這要滾動式檢討 這不是明擺著就是撥不足嗎 那個補助款 我們甚至都補助到一半五成 對不對 那這次我們小永同仁訓 我們中央 也是很積極的去寫 好 那還有沒有辦法再提高 處長我跟你說 農委會兩個補助計畫 至少都有八成 至少都是八成起跳 難道消防人員的命就這麼賤嗎 好這部分我們到時候我會 這個 再跟農委會 我們再做一個協調 處長 我們上一次來 就是在反應補助 跟門檻的問題 到現在 只有桃園有在落實執行 超過一半的縣市 完全都只有決議 連個計畫跟具體的時程沒有 你告訴我們 你們開了四次的會 地方動也不動 好 據我了解 很多縣市 從明年的一月一號 就要開始實施了 不是只有桃園縣而已 好 那處長 請您先來報告一下 哪一些縣市 確定明年一月一號 就要正式回歸 這個資料我現在手頭上沒有 但是你們要的話 我可以請列正部 給各位好不好 那我們進去開會啊 處長讓我請問一下 補助的額度無法提高 補助的門檻無法提高 你現在告訴大家 告訴媒體記的朋友說 一半的縣市 現在通通都要一月一號 我們怎麼能夠相信你的話 我們很簡單的就是要 我們現在進去 參與那個協調會議 表達基層的聲音 因為高層的長官決定的事項 還是由外型的同仁來執行 死傷的也是外型的同仁 那究竟我們到底能不能進去開會 各位 各位的訴求我剛才講 如果說大家 聽到沒有用啦 進去讓我們開會啦 開會 我可以開另外一個會議室 跟大家再來談一下 好所以 參與你這邊也答應了嘛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就把所有這邊的東西 都集合好之後 我把弟兄帶進去 那你答應了 你要讓我們在裡面 有辦法講我們的數學 這沒問題嗎 沒問題喔 今天的影片 我們來看 哈囉 我們都要怎麼勾